玻尿酸 玻尿酸 玻尿酸的主要成分 又叫做透明脂酸 玻尿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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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尿酸的主要成分 玻尿酸原先就存在 我們人體裡面 主要廣泛存在於真皮組織 還有皮下組織 結地組織當中 當我們年紀大的時候玻尿酸會 逐漸流失 所以身上就容易出現 比如說皮膚凹陷 產生皺紋這些症狀 玻尿酸的用途像在醫美的話 比較常用來就是填充 凹陷尤其是臉部 常常比如說年紀大了 產生的蘋果肌凹陷 法令紋、木耳紋等等 打皺紋可以填充你的真皮組織 讓你的皺紋能夠撫平 另外玻尿酸還有保濕的作用 打進去以後 因為玻尿酸它本身是一個清水性的產品 所以打進人體以後它會抓水 所以有保濕的作用 等於是一個內在保濕的作用 那最後一點的話就是說 綜合上素的這一些 它有一個作用就是它可以修復你的皮膚組織 來延緩我們的一個老化的現象 玻尿酸我們在醫美比較常拿來打臉部 玻尿酸它有分大分子、中分子、小分子 這個是大概一般人比較熟知的觀念 那越大的分子它顆粒越大 那相對來講會比較硬 那所以它比較適合做深層的填補 比如說你的蘋果肌凹陷 夫妻公太陽穴的凹陷 這可以用大分子來做填充把它撐起來 那另外的話中分子就適合打在比較中層的淺 淺一點的 稍微淺一點的部位 比如說像法令紋、木耳紋或者臉頰的區塊 也都可以用中分子來填充 那小分子的話就比較適合打在皮膚寶的地方 因為你太大的分子會產生硬塊 或者是會有顆粒感、凹脫不平 所以小分子我們通常拿來打淺層 比如說眼周的細紋或是說淚溝 或像一些法令紋的淺的部分 或是說唇周等等 甚至於有一些皺紋比較多的部位 這都可以用小分子來做撕打 所以不同的部位、不同的狀況 要選擇相對應不同的玻尿酸劑型來做撕打 那會產生比較好的效果 玻尿酸它算是一種生物之劑 所以說如果說本身有過敏體質 尤其是比如說對雞蛋過敏這類的患者的話 特別小心不要注射會比較安全 那其實大部分的情況都沒有特別的禁忌 那另外要注意的話 就是說有自體免疫疾病的話 我們也是不建議做玻尿酸的注射 那另外還有就是懷孕的婦女 還有哺乳中的一個產婦的話 也不建議做玻尿酸的施打 註射玻尿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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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部分的情況 在術後 一般比較常見的就是 因為是打針嘛 所以多多少少少會有一些瘀青 那或者是腫脹的情況 不過這個通常都是會自行消退 都大概平均來說 可能在一個禮拜之內 大概就慢慢的自行改善 這並不需要做什麼特別的處理 比較少數的一個副作用 就是剛剛講過 比如說有過敏的話 那過敏的話 可能就要做一些 比如說服用抗組織安類固存的治療 那另外的話 就是發炎 或甚至於感染的情況 那有一些是因為免疫反應 引起的一個硬塊和腫塊 那不過還好就是玻尿酸 它是一個等於說 它是可以分解的一個產品 因為大家有聽過一個叫降解煤 所以一旦產生不良的副作用的時候 只要立即的施打降解煤 它就可以馬上把玻尿酸分解 它會化成水 然後經由身體代謝吸收掉 有進口的也有國產的 那品牌相當多 不過有一個最重要就是要選擇合法的產品 就是我們衛福部有許可字號的一個產品 那在一個產品的包裝 它的外盒或是內部它的訪單 這上面都有它的一個字號 那至於說哪種比較好 這個倒不一定啦 這個可能還是就是大家自己在做選擇的時候 可能要詳細的去了解 各個產品它的一個特性 還有它的價格 然後選擇自己覺得負擔得起 那又覺得是適合自己的產品 對於玻尿酸的迷思 這個其實還蠻常見的 因為玻尿酸是我們做微整型最常使用的一個產品 那也是大家民眾最耳熟能詳 等於說接受度最高的一個產品 比較常見的就是說有過度的期待 他對於自己的外觀不滿意 他認為使用這個玻尿酸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他會以為玻尿酸是萬能的 今天不管他臉上的各個部位他覺得不好看 他都覺得透過玻尿酸可以來改善 那這是一個蠻常見的迷思 蠻常見看到一個一個狀況就是說 有過度填充的一個現象 過度填充什麼意思 就是說臉上打了太多的玻尿酸 那這個有可能就是說 第一個他覺得這個東西萬能的 所以他一直打 那第二個就是可能被這個不專業的人員推銷 他整個迷失了他的一個生命觀 所以他會過度的施打 那造成什麼結果 就是我們常常看到有一個人的這個 鼻子太寬太腫了 很像香腸一根這樣子 有點像納米人這種就打太多 那如果說或是說一個下巴打了好多的玻尿酸 就看起來很明顯 外觀上就是一坨異物感 就是那種情況 或是臉上或是額頭 這個太腫脹 這都是過度施打 那會造成什麼就是不自然 那所以說還是要回歸到這個專業上 我們適應症很重要 什麼情況可以使用這個東西 這個還是要經由專業的醫生 來給你做建議會比較好 我想訴前就是第一個要正確的了解 莫尿酸它的這個產品的一個成分特性 還有可能的副作用 那第二個要實際的評估自己的需求 那不要盲從或是聽信這個非專業的人員 跟你做推銷 那第三個就是要尋找專業的醫師 給你做專業的評估及建議 那選擇適合的技型 那分子大小 還有就是劑量 比如說你的問題需要幾CC 這個都很重要 不是經由這個非專業的諮詢人員 來做一個推銷 或者是說促銷 比如說買幾支送幾支 這種就是一個蠻不好的方式 臉上一個部位能打多少CC 這是需要專業去判斷的 術後的話其實剛剛有提過 就是比較常見就是瘀心跟腫脹 那瘀心跟腫脹其實就是 如果說立即術後的話 可以稍微冰敷一下 大概15到30分鐘 之後的話就是回家休息 也不用每天特別做什麼 就是休息就可以了 那不要去大力的按壓 那一個禮拜之內不要去太熱的場所 比如說三溫暖啊烤箱蒸氣浴這一些的 不要碰到髒的水 比如說游泳池或是海邊 那可以用清水洗臉沒有問題 那洗完臉的時候那個針孔的部位 可以稍微塗一點那個外傷藥膏 這個針孔大概一天的時間就閉合了 所以並不需要特別去擔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